他說右圖是一個角平分線的那個做圖 好啦 別講話了 然後呢 他說如果我想要證明 BEF BEF這邊是ABC的角平分線的話 請問你 要如何 欸 必須要哪個全等性質 來說明這個三角形 BE珠F跟 三角形BEF是全等的 好 第一個 我們現在說 硬碗證明它是角平分線嘛 那什麼是角平分線知道嗎 就要不然有這個角做平分嘛 對不對 所以 注意看喔 這兩個叉叉 會不會拿來證明 你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說如果講說今天我要證明 徐同學他是男生 你不是說因為他是男生 所以他是男生 那很怪 你要有很多說明說 因為他有某些特徵 所以他是男生 我講的特徵你比較想歪的 我說是猴姐 好不好 他沒有吧 他有猴姐嘛 我還知道 我不曉得 好啦 然後呢 最後你看這邊 看這邊 所以這個叉叉呢 我不能夠證明 我不能拿來用 為什麼 因為他是說 我想要證明BAF是角平分線 也就是說 我四千步驟這兩個是叉叉 那我要證明它是嘛 所以 你要證明這兩個是完全等 對不對 那他做法是 就是 以B為原心 適當長毛半徑 畫虎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我問你喔 B珠有沒有等於BE 有 因為你是以B為原心畫虎對不對 所以 B珠跟BE是 你知道的東西 所以已經有個S了 有看到嗎 好 然後接下來 下個動作怎麼做 以D跟E為原心 然後也是一樣 適當長毛半徑 畫虎 所以很明顯的 這兩段也會一樣長 因為你自己這個為原心畫虎 以D為原心畫虎 所以這兩段也會一樣長 有看到嗎 所以有個S 接下來請問你 BF有沒有等於BF 有 又一個S 所以他是什麼選擇 S S SSM的適當選擇 答案選擇是A 這樣會嗎 把他記下來 不是S跟S 沒有 如果是SAS的話 你還要叫這個角 那題目就有 請證明他是 腳平分線嘛 也就是說 我事先不知道 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那你也證明他是 所以那兩個角 不能拿來用 這樣聽懂嗎 好嗎